TVB的新闻杨清破 张佩军台北报道 饭店要抢母亲姐的商机邀请了阿吉时跟北京的知名主厨一起交手 他很容易把水分冲干 羊瓜已放入170度油锅中油炸 香蒜与地瓜粉调制过后两样一起下锅 最后放上小茶壶直接干冰染染飘起在阿吉时的巧手之下 这道美味料理提壶灌顶宣告完成 我没有下任何人工干味料 甜度就由甜豆来做梅酥 那乌拉鱼大家都知道炸输了 本身都会留着酱酱 那蒜头的部分本身对于在养生的时候是非常提神的 同时也邀请来自北京的西班牙民厨 现场空调海鲜饭 还有给出江师傅绣刀工 切片北京烤鸭 中西主厨一同展现好手艺 要在母亲节给民众不同选择 把整个台湾的美食 尤其阿吉时他非常的庶民 他也非常的脾气技能 那我们也希望藉由台湾的美食 所谓台式的这个料理能推向一个国际 这场经验挑逗中西会活动 厨艺切磋之下各国料理一次展现 将让民众品尝到难得讨滋味 TVB的新闻送口 美与姐姐到了市面上出现新的厨师产品